每一天学习的时间都要抓住 绝不能够空过 不断地把我们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 天天提升 今天说年年提升太慢了 来不及 不能够救自己 越越提升都先迟了 一定要天天提升 夏林俊老俊斯免利我们要真干了 分秒必正 我们读过 善导大师的传记 善导大师一生 用功可以说实 一分一秒都没有浪费过 我们在他传记上看到 他从学佛之后 三四十年没有睡过觉 我们多到非常惊讶 人怎么可以不睡觉 怎么可以不吃东西 他四十多年没睡过觉 可不可以相信呢 可以相信 因为李牧原居士在大陆上见到一位老法师 二十多年没睡过觉 这是真的 有许多人不相信 查证 怎么查证 看着老和尚 大家轮流 轮流 他果然没睡觉 他念佛 拜佛 这些人跟他查证 查了一个多月 果然 他的确是不睡觉的 才知道 他二十多年不睡觉 是真的 既然现在都有 我们相信 善导大师 四十多年不睡觉 是真的 睡眠这个烦恼 可复过了 佛在经上讲 财色明是睡的五盖 这个东西是可以厉害的 可以做到不睡觉 不吃饭 真正有功夫的人 这五样东西都不要 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们现在感觉到最困难的 财可以不要 名可以不要 色可以不要 但是饮食睡眠 没有办法 最难克服的两贯 能克服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近代 印度的甘地 曾经九十天 没有吃东西 所以知道 所以知道 饮食 是可以断交的 甘地喝水 不吃东西 只喝水 大陆上这个老法式的事 二十多年没睡觉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烦恿热 烦恼习气 业障 业障 太重了 可是要知道 烦恼 业障 习气 只要你一回头 真回头 你那个自信 智慧光明 就把它照破了 难 是难在我们不肯放下这一些习气烦恼 你不肯放下 那就没有办法了 问题在我们自己肯不肯 肯不肯 真干 真干的时候痛苦 要命 要命正好 去往生 你这个瓶颈就能够突破 为什么呢 在初学的时候 要改变这个习惯 总有困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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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